刚才我丈母娘,她也后悔,让她女儿回巴基斯坦,她说她也后悔了,因为之前有人跟她说,如果不回巴基斯坦,她女儿会没事,她跟我说,她特别特别的后悔,我丈母娘又跟我说,她说,身体不舒服,然后就是腿痛,胳膊痛,这之类的,她的养老金应该都给她小儿子了吧,刚才和我哭诉呢, 她想让我给她再转过去一点 大家好,我是阿杨,刚刚我去我们镇上去补牙了,没有吃饭,我爸妈他们去地里面了,我爷爷家煮点泡面吃,我爷爷给我烧茶的,上面放了一点鸡肉 我女儿往哪里坐,在那里,我丈母娘打电话,和我女儿说话呢,我正在这地里种大蒜呢 我丈母娘,看不清啊,有点暗,我丈母娘憔悴了很多呀 来!我女儿要和她说就说,不说就算了,不说话谁也没办法 站起来,哎呀,昨天给你洗澡,换衣服,你又躺在这里 姐,你想给你打电话呢 姐,你想,叫你看一下,你看 站起来 哎呀,又躺在这,今天回家还在给她洗澡,换衣服洗澡 昨天给她换了两套衣服 站起来,站起来 还跟她说话呢 不理我丈母娘,只和她表妹说话 你抓呀,这红薯地有很多蚂蚱 哎,这一次看到我丈母娘,她没有闪躲,没有哭闹 嗯,比之前好很多了 站起来,站起来,站起来 你也要站起回家了,回家不回家 她不回家 回家,你坐那夜夜车走吧 刚才我丈母娘,她也后悔,让她女儿回巴基斯坦 她说她也后悔了 因为之前有人跟她说,如果不回巴基斯坦,她女儿会没事 她跟我说,她特别特别的后悔 你姥姥跟你说话呢 啥 找不到 现在跟她说几句话 都说这一句 看都不在看呢 刚才和她,她表妹说几句 现在我丈母娘一说 她就,你看 人家,一会一叫她,精神就是不一样 你刚才你说给谁做饭 给你姥姥做饭 做什么吃啊 站起来,哎呀,你故意的,等一下迷到眼睛了 你看,迷到眼睛了吧 这个,你给你姥姥做饭,这个好吃不好吃啊 好吃啊 你姥姥吃的好吃是不是 和你姥姥 拜拜 今天挺好的,跟她姥姥说几句话 拜拜 OK,拜拜 拜拜 拜拜 现在和我丈母娘挂了 我丈母娘现在,她说她特别后悔 后悔,我说你后悔也没用啊 她说,如果说,有很多人都跟她说 如果当时,她如果不让她女儿回来 啥事都没有 然后,我说,当时你要是让你女儿去那个大医院 或者国际医院,那也啥事都没有 你非要让你女儿,就是去那个小医院 我丈母娘又跟我说 她说,她身体不舒服 然后就是腿痛,勾搏痛,这之类的 现在,加上这两天 他们家的亲戚跟她这样一说 她又加上特别难受 特别难过 特别难过也不行啊 刚才和我哭诉呢 她的养老金应该都给她小儿子了吧 刚才和我哭诉呢 她想让我给她再转过去一点 现在,就算我给她转了,她也会给她小儿子 没用 我还继续种我的大蒜 大蒜还没种完呢 还有那么多 这边马上也种完了 我们换地去种 你坐哪个车 滑板车 这电动车 她说滑板车 看 我们换了这个地 刚才 用这个搂这个钩呢 种大蒜的钩 结果太轻了 搂不住 让她坐在那上面 她想坐在这上面 我让她坐 有点深了 我婶还笑呢 高兴呢 还把梗屁股 开始了 这也挺好的 还能混着她玩 刚才 她非要让我带着她去河里面玩 河里面有水 河里面人家用那个挖掘机 在那挖河呢 看 那挖掘机 我们这边这个河要增宽 增深 去吧 这个坐在那上面更深 拉不动 我女儿坐在这上面 还有点 种呢 我外甥女 开始种大蒜了 这两天玩土 玩够了 想种蒜了 那个 我爸拉着她 又拉到那边去了 抓点时间种 晚上天黑了